一個是吳世懷 一個是楊志良 他講的SOP90%都是對的 可是他不跟你討論SOP 他只講說楊志良說要開除醫師 根本就是個垃圾署長 馬上大家又... 當這個邱淑婷講說 欸!SOP怎樣說 邱淑婷你何必因怨風怨你害死人 所有事情都是87分相 當蕭美尼去美國 他站在那邊的時候 有人講說是買票的嗎 沒有台灣價值 唱衰台灣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民進黨做多好 而是當國民黨有任何聲音一出來的時候 就立刻千刀萬禮 所以中央廚房開始攻擊 不只是對政治人物 也對評論員 也對媒體 所以這就是現在的套路 民進黨真的做讓大家很滿意嗎 未必 可是在你有沒有時間去思考 對民進黨執政是否滿意的同時 他先把監督民進黨打成是扭鬼蛇神 所有監督民進黨 或是講民進黨應該要更好的人 都是垃圾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我更討厭你的對手 所以自然我就把我的支持 都跟票投到你的身上 這就是從韓國瑜跟蔡英文總統 在選舉過程當中所得到的套路 蔡英文總統未必能夠吸引 八百七萬票的人投給他 可是他讓可能數以百萬計 兩百萬三百萬的人 非常討厭韓國瑜 所以非得把票投給蔡英文總統 這就是目前臺灣的生態 用仇恨來動員 很無奈 可是我覺得就是我所看到的 現在的臺灣的事實